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无论多久你没有听过 忘记了只是片刻 会一辈子一辈子都记得 你心比冲动晚来太多 学会珍惜却发现爱不见 那天真的誓言 和当时坚定的执念 现在看来不过是一个心愿 别说不出口就越会难过 任性之事害怕失去更多 分享悲喜的两个人 最美好的也只是经过 越放不开手越会执着 相信爱认真就能结果 又是心贴心的承诺 到最后也背对背沉默 也背对背沉默 就能够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巴黎铁塔怎么样 给鸭子戴个贝雷帽 那东京元素街头 给鸭子穿个制服短裙 那伦敦的泰晤士河边 给鸭子画个烟熏装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你要怎样 你看 这个 流行元素 当即新品 腿伤腰细 这个叫时尚 你 你这么一说 我倒有灵感了 这样就行了吧 不行 太突兀了 你没觉得 鸭子都快失去重心了吗 这个叫混搭你懂不懂 流行元素都来源于此 不不不 你说的是用在人身上 咱们这个是半人半鸭 客户应该不会同意吧 应该不会同意 估计是咱俩这鸭翅吃得还不够透彻 再来 你们回来了 茗玉 有客人找啊 我先上去一下 你怎么来了 我给你打电话 你没有接 就过来看看 夫君 夫君 来了 你怎么没带钥匙 我手没空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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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来了 来 买的都是你爱吃的 哦 做了吧 哦 筷子 筷子那边 哦 几天起来的呀 刚去 起来一直看电视呢 嗯 夫君 夫君 你像现在这样 整天我在家里 这也不是个事啊 那我有什么办法啊 资金没到位 我这项目也运作不起来 那你像现在这样子 根本不可能再有什么机会 亲爱的 你烦不烦 你是给我送饭的呀 还是给我添煮的呀 我妈都没你啰嗦 你怎么还不赶紧上班去 多几点啊 是好 正好公司叫我出来办点事情 我就顺路过来看看你 送给你的 送你的 跟大海有关的 挺少见的 你可以 摆在办公桌上 或者放家里 就当个念想吧 那些零件呢 家里缺的东西我都买回来了 对了 你的鞋就了 一直都舍不得换新的 我看见不错的就帮你买了 好 这是生活费 如果还有结余的话 就给逗逗买吃的吧 你这都是 这都是哪弄来的 不喜欢吗 不是 你以后不要来找我了 为什么 是怕被同事看到不妥啊 还是觉得 不方便吗 因为我们俩在一起 本身就是个错误 是什么叫错误 干吗这么说 如果我们俩真的在一起了 我们一定会被对方拖累 如果我跟你在一起 你永远没办法实现自己的梦想 就好比这个水晶车 如果你没有把它买来 它有可能 会变成你船上的一个零件 可它对于我 也许只是一个理由 可是对于你 它让你离自己的梦想又远了一步 所以你的意思是 想我求你 绝对我配不上你 如果我们真的在一起 我养不起你 是吗 不是 那我们昨晚的事 又算什么 我不相信 这些对你真的没有意义 你对我很重要 跟你在一起 我很开心 可我觉得这样就足够了 我希望我们停留在最美好的时候 再往下积蓄 所有美好的一切都会变成抱怨 你的梦想也不会实现 那些时光 却是现在的渴望 那些时光 这个礼物 我会好好保住 眼泪会别迷惘沮丧 我会一面让她陪在我身上 会一面让她陪在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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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月光 Jun 鸭子好 美女好 鸭子适合主题 美女时尚漂亮 鸭子好 茗玉 你说 到底是鸭子好 还是美女好 什么 茗玉 你认真点好不好 我们两个讨论半天了 鸭子是吗 那个 为什么不能两个一起呢 对呀 如果鸭子和美女 手牵手地走在 香榭丽舍大道上 飞也飞也 走在塞纳河畔 香榭丽舍大道 塞纳河畔好不好 香榭丽舍大道有情调 塞纳河畔漂亮 你说是不是香榭丽舍好 塞纳河畔好 香榭丽舍 塞纳河畔 香榭丽舍 塞纳河畔 我跟你说就是香榭丽舍 我告诉你肯定就是塞纳河畔 不管了 听我的 小姐 怎么了 妈妈猪的花都死了 以前她说过 等花都开了 她就回来接我 现在花死了 会怎么办 妈妈永远回不来了 小姐想妈妈了是吧 她是个非常自私的女儿 她心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个钱 没有这个女儿 也没有我 只有她自己 过去她跟我说 她希望能够出去发展自己的事业 而我和小杰 就是她的累赘 你也看到了 我对小杰无论多好 可是父爱始终是代替不了母爱的 而小杰对母爱又那么渴望 她妈妈 就只把她当作累赘 这样的女人 我这一辈子都不希望再见到她 我这一辈子都不希望再见到她 说实话 我不再相信什么飞蛾朴火的爱情 我只想找一个 普通平常的女人 能够喜欢这个家 喜欢我的女儿 和我共度余生 小杰 这边请 谢谢 小月阿姨 小杰 今天真好看 真乖 小编谁给你输的 爸爸刚才帮我输的 小杰最喜欢的发型 乖 你来了 先随便看看吧 今天啊 我亲自给你露两手 好吗 好 先随便坐 小杰啊 要乖一点啊 好好陪陪小月阿姨 嗯 好了 你坐吧 我去给你做饭 好 别客气啊 阿姨 你快坐 我们来玩拍手的游戏吧 怎么玩啊 就这样玩 我来拍手 加速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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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的生活挺爽的呀 阳光 沙滩 吃着鲁味喝着啤酒 爽 嗯 我也觉得不错 而且我发现你越来越入戏了 嗯 还得像广告词啊 嗯 难以言传的口感 用神秘配方 来体现画面 该你了 用 用 休闲生活的品味 体现现代人 休闲生活的一种方式 嗯 也不错 让休闲生活更有味 让休闲生活更加离不开 爵味 怎么样 嗯 不错 我发现你越来越入戏了 嗯 哎 你说我们两个这样 边吃 爵味边喝酒 会不会有点在打混啊 哪里在打混啊 我们在认真地思考 我们在图马通报 我觉得啊 这个广告的最后呢 应该用一个可爱的鸭丛仔 大口地啃着爵味 生活时时刻刻有爵味 哎呀 管他用什么呢 只要这个广告 能让我赚一千万就够了 来 干杯 为了一千万 干杯 看完这广告 咱们是不是就火了 我要赚一千万 我要八妹 我要换车 干杯 我再去拿点啊 两颗广告界的新星 燃燃升起了 先生 请问 这里是哪儿啊 您要去哪儿啊 我要回家 可我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那您家住哪儿 我家 我也忘了 那我怎么帮您呢 不好意思啊 这儿呢 来来来来来 我去哪儿呢 好 喂 喂 李叔 你在哪里啊 刚刚打到家里都没有人接 你是谁啊 我是贝贝啊 贝贝啊 我出来买菜啊 我本来准备回家 就 就不知道怎么回家了 小雨的电话我也忘了 李叔 不要担心 菜市场离家很近的 你先看看附近 有什么招牌或路名 赶快告诉我 我过去接你啊 春 春宿东路 春宿东路 李叔你在那不要动 我现在过去接你 好好好 你还给我啊 哎 哎 好笑 凭什么还给你啊 这是我买的菜 什么你买的 送手 明明是我的菜 送手啊 你那么送干吗 咱们送啊 咱们送啊 我不送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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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 我的 李叔 我的 小雨啊 这个人抢我的菜 你帮帮我 我的菜呀 什么你的菜啊 明明是我刚才 这个人他抢我的菜啊 这是我的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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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你的菜啊 明明是我的 现在在你身上 李叔 我的菜啊 怎么你 李叔 你的菜在这儿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看他那个糊涂的样子 他这个样子 你们还让他上街呀 你们都不知道照看他的 真是 对不起 对不起 不好意思啊 李叔 我们回家吧 你是贝贝啊 走 嗯 今天上午 宋神仙来找你干嘛 没什么 都是些小事 贝贝啊 海边之类的 楚昊 你说我是个自私的女人吗 为什么要这么说 有很多事情 我觉得我是为了别人好 可是到头来 别人不理解 倒弄得彼此很多误会 我不知道我这样做 对不对 我甚至怀疑 是不是自己太自私了 我觉得 人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出发点肯定是为对方好的 只是因为大家立场不同 如果你这叫自私 那我比你更自私 就好像 我和我爸 我为了做广告 不听我爸的安排 这些年来 一直在埋头做自己的事 搞得我们父子关系一团糟 这算不算自私 同样我爸 他一心希望我回去继承他的事业 每次此说自话 擅作主张 总想替我做决定 那他算不算自私呢 有些时候 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对与错 人们总会想选择 自认为结果对大家都好的那个 这不叫自私 也不必愧疚 谢谢你 我明明记得放在这个厂厅里 小玉 你刚好回来了 怎么就 快帮忙一起找 找什么 你是说他房本不见了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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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找了 赶紧回屋休息吧 这 这没有道理啊 明明放在抽屉里面 怎么会不见了呢 爸 您先回屋休息 我帮您找 我保证 您明天一起床 房本就摆在您面前了 爸 赶紧回屋休息吧 来来来 快 你 你一定要找到啊 嗯 好 快找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明明就就 就放在那个地方的 房本到底在哪儿啊 在我姐那儿 你说不知道吗 她知道 那她干嘛 还叫我们找啊 是我爸打电话 叫你们来的吗 李叔 他买菜的时候迷路了 是我们送他回来的 迷路 他怎么会迷路 我今天打电话给李叔 他说他不知道自己在哪儿 而且我忘了回家的路 我跟晨熙就赶快过去找他 发现他就在平常买菜的路上啊 我不懂 他每天都走那条路 怎么还 我 我 是 Porter 大夫 我告诉你 你 我现在身体非常舒服 舒服得很 你不用费心了 我自己有没有病 我知道 这样吧 厉叔 你看这病 我们也看得差不多了 要不让小玉留下来 开点药 咱们出去等 好吗 好吧 那我出去了 谢谢啊 走 厉叔 这边 咱们就坐这儿等他 医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根据目前的状况 我们可以判断 你父亲得的是阿兹海默症 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 老年性时代 这 这怎么可能啊 我爸之前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 您先别着听 近些年来 这种病呢 在老年人当中 发病率是很高的 具体地说 您父亲是刚刚发病 这种病在出发期呢 容易失去记忆 想不起来 虽然是暂时性的失去记忆 但是它有可能会出现这种 反应迟钝 或者注意力不集中的症状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大夫 这个 这个怎么治啊 这个呢 我会给您父亲开些药 这个有助于减轻病人的症状 而且延缓这个病情的发展 但是这个病 目前医学界还没有特效药 所以你们家人 还是要多多地关心它 平时呢 多陪它聊聊天 散散步 在它睡觉的地方 摆一些它记忆深刻的东西 比方说 老照片 或者全家福 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 这个有助于改善病人的记忆力 增强这个观察力 总之呢 就是你们要多多地关心它 对病人要有耐心和爱心 谢谢 不客气 大夫怎么说 没事吧 没事 大夫说回去休息一下就好了 哎 哎 哎 对啊 我早跟你们说没事 对 医生开什么药 你千万不要在医院拿药啊 医院的药贵得要命 明天拿这个处方 到我们小区的那个医疗站去 那儿便宜多了 别说我小区啊 还是要省一点吧 小区好 小区好 都算计算计 你那么精不会有事了 你干嘛 你眼睛怎么了 喂 都已经没事了 我们还在医院干嘛 回去慢慢聊 不对 回去吧 走 你说怎么样 睡了吗 别担心了 阿塞海默症 终归是不会危及到生命的 你说他身体本来就好 今后 只要你们多陪陪他 再加上积极的治疗 病情肯定是可以得到控制的 好了 以后不管是家里 还是工作上的事情 我都会尽力帮你 对不起啊老板 我想辞职 辞在照顾我爸 可李初现在看病花费也很大 你辞职了收入从哪儿来啊 我也没想那么多 我就想在有限的时间内 都陪陪我吧 你还记得 你第一个案子是怎么做的吗 你说建康水的案子吗 那个时候 你还没有进公司 整个案子都是在家里做的 也完成得很好啊 我觉得 将来你也可以这样 在家里做兼职 接案子做创意 然后 我针对单个项目给你结账 还没准算下来 这样你的收入 还能比现在更高呢 老板 好 谢谢 谢谢光临啊 再来啊 哎 像你们刚才那么说 李明玉也太惨了吧 你看 她得上班赚钱吧 那么谁照顾李初 万一她下回再走丢了 说不定谁的电话也想不起来了 要别人这样 给她弄块牌子上面写上 家庭地址和联系电话 就像别人养的小狗一样 哎 你不要把话讲太过分了 对不起 我一时口快 说错了 哎 陈希 你记不记得那个小微 就以前总泡妞 两年前辞职那个 嗯 她怎么了 前两天苏比特超市碰到她了 她在买成人纸尿裤 后来一问才知道 她妈妈得了老年痴呆症 所以才辞职回家的 她这两年来什么事都不干 就在家吃老板 你别看她以前每天泡妞了 现在别说泡妞了 别人给她介绍对象 女孩一听撒腿就跑 哎 她现在已经放弃了 她说还是不要连累别人比较好 哎 是那些女孩配不上她好不好 哎 贝贝 是你太善良了 像一般的女孩听到这样的情况 谁不跑啊 老板 我要做冲老板 哎 你要尝尝短短 尝短 来 这边 喂 喂 有一件事情 我想问问你 你问吧 那天你跟我说了那些话之后 我真的很不明白 但是现在我好像理解你了 如果换做是我 我也会那么做 李叔生病 你的心情肯定很不好 未来的事 你我的事都变得不确定了 你动摇了这很正常 我当时误会你了 对不起 我不应该说那种话 我不是因为我爸 我是因为你 因为你的梦想 因为你的未来才说那些话 未来的事情谁也不知道 但是李叔现在生病了 需要人照顾 我知道你工作忙 我会帮你照顾李叔的 你放心吧 我可以陪他聊天 陪他下棋 带着他一起去散步 我的意思是说 不管我和你在不在一起 不管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会陪在你们身边 陪着你一起面对未来的一切 你懂我意思吗 我不要你做这些 我就是不想让你做这些 我需要你把你的时间 都放在实现你的梦想上 别浪费在我这儿 我不值得你这样 我不是在跟你商量 我不是在跟你商量 而是告诉你 我决定这样做 当初 你照顾我奶奶 现在还我来照顾李叔 就算是回报你的恩情吧 以后不管任何事或 任何事情 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我知道 你别这样行吗 你这样只会再次证明 我会拖累你 能为自己喜欢的人付出 我很开心 爸 您回来了 在忙什么 一点工作上的事 你先上楼歇着吧 有什么事叫我 小山回来了 爸 我有事想跟小玉商量 好吧 那你们俩聊 我上去了 小玉 小玉 你姐夫最近情况很不好 他创业是真的需要钱 这本同意书 怎然把签了吧 我知道你肯定会生气 你想麻将骂吧 我今天 我今天就是来挨骂的 你向分一半财产没关系 只是过了今天 咱们谁都别再为这事吵了 姐 爸生病了 爸这两天 为了给你们俩找房本 把家里上上下下都翻遍了 他 他就连上街买个菜都会迷路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得爸去看医生了吗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爸得了阿兹海抹症 这是老年痴呆 unpl 보여� 好 姐 你怪呀 真是奇怪 我放哪儿了 怎么不见了呢 爸 爸 别找了 在这儿呢 把它收好吧 原来在你那儿 你看 我这记性就越来越串了 好吧 没事了 你把房本还回去了 医生说 我爸得了老年痴呆症 我实在不忍心 夫君 你别生气 我知道你一定会不高兴 所以才现场后奏的 等我爸情况好一点 我再去跟他说吧 你不用跟他说 反正那是你们李家的房子 我哪有资格生气啊 那你干嘛收拾东西啊 我这是替你俩帮呢 你爸现在都这样了 我看你还是别住着 赶紧回家 伺候你爸爸 给 谁 你要跟我走 我哪敢呢 你不大孝女吗 赶紧回家伺候你爸爸去吧 走走走走 夫君 你别这样 你别生气嘛 夫君 夫君 你别这样 我错了行吗 你别这样 夫君 你别这样行吗 我爸生病了 我知道 所以你就回去吧 走走走走 夫君 我知道我错了 你别这样行吗 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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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我知道 你看到好吗 夫君 夫君 我错了 夫君 我知道 你是下来的 你 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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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太过分了 这不明其妙的大晚上把你赶出来 他也太过分了吧 小点声 别把爸吵醒了 我真没见过他这种男人 其实 他平时对我挺好的 可能最近自己没着陆 他心里着急吧 姐 他都对你这样了 你还帮他说话 他 再怎么样 他也是我老公啊 姐 你放心 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我就不信了 我还整不了他 小语 谢谢你 还好 有你和爸 有这个家可以回 姐 你后悔吗 从小到大你都是优等生 连挑老公 都要挑学问好的 可是没想到 学问好的 人品差 一开始 是 我的确是觉得夫君条件好 但现在 我是真的爱的 女人 只会因为爱而忍耐 为了爱 我什么都能忍 后悔也能忍 小语 我能不能忍耐 你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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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什么时候回来 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这永远都是你的家 谢谢大家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走了 得到容易成仙也迅速 李明月 别以为离开这里就可以摆脱我们 我告诉你啊 离开这里以后 手机不准没电 不准打不通 不准没信号 一定要保证我们随时都可以联系到你 知道吗 你这只是形式上的离职 我喝痞子 就当你在家里上班 还是会随时给你意见的 你有事就尽管开口 你永远是我们托类的一份子 回去好好照顾李叔 这间办公室 我会一直为你留着 欢迎随时回来 你们呀就别给人家李明月压力了 人家说不定出去以后呢 前途是一片光明 何必在这儿趋着呢 对不对 明月 你说对吧 还有 那个 绝位的案子就由我来接手了 你放心 我做的一定比你要好 你就 安心地离开公司吧 好 我走了 我送你吧 走 自己多保重啊 对了 这个文件夹里 是公司近期接的几个案子 你回去挑挑看 有没有你有感觉的 有想法就来提案 里面还有一张支票 就算是公司付给你的 提案预定金 时间总是停停走走 越在乎就也没有以后 站在分岔的路口 想做还是要相拥 每个影子都不自由 却拥有想奔跑的渴求 别对着光的邂逅 勇敢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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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回到从前回到遇见 如果能淡了想念 只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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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的遗憾 只留意见 你也会有勇气 去面对眠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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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